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說一首打結面,首先道歉,兩個星期在胡同打結面 部分的原因是交通問題 是啊,有得去無得回 不是,你想回就回到的,問題就是周哲傑 講到地鐵,我遇到一個奇遇 在我們做錄播的時候的前一天 那天是星期日 晚上很例外地坐地鐵 由於突然間太子和旺國一邊都封了 我就要在星期尾站出 在地鐵站的時候,我聽到有著是樂的聲音 很清楚,所以我也是在那些喇叭播 我就想一下,最近在地鐵 有沒有這樣的心思要做這件事呢 你記住那個是在石蝦美的南昌街出口 那我上去,原來是一個黑人 演奏著士樂 那我一聽就已經是專業級數來的 演奏級來的 那他沒有了,他得過癮就拿著石蝦工 拿著風吹 但是他有配的,他就是有些電子 有播聲帶 那我上去,因為實在太恩信了,想付錢 結果他看到他是沒有,沒有應該給你擺錢 那我就只是舉了手指弓 那他都不太理我 那我覺得那個是奇境來的 就是在香港今時今日呢 即是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我特地要你講 我兩件事,我第一件事 講你爵士那件事 我住了區,地鐵站 很多時候有外國人在那裡吹石蝦工 少有的 那你當我可以說那個區就是多些 高尚少少啦 人生願意給錢 你那個中產階級,你住的地方 我都經過這個石蝦美不買 是啊,我有一個奇怪 直見他,為什麼石蝦美在那裡擺 他根本就不自在你給錢 但是你起碼受眾嘛 即是你受眾,你石蝦美在那裡 我很懷疑那個受眾 即是有沒有人欣賞 是啊,ok的,講完這件事 講第二件事又講地鐵 因為我星期日就去看 在葵青那裡看那個show 山場沒有地鐵 很周轉,搭巴士 我那裡真是,那些巴士真是奇境 真是沒去過 在那些位置搭巴士 沒有一輛車的終點 是我熟悉的路 全部去這些 我都完全不認識的 那他終於找到一輛車 就想去 繞去這個 就是上山的 在馬加利醫院附近 繞來繞去的那些 然後再下去 尾夫 哇,我真是發現 在中途上山那段路 哇,那些路完全沒去過 那些全部是公屋來的 環境非常之好 我真的不認識 是啊,現在公屋那些地方都認得 不是,因為那一段 我從來沒有去 想去的 所以我才不留意 那些在葵青上面的 山上面的環境 其實不錯的 真的 那裡我不是去找 多得這次封閉鐵地鐵 就令我乘搭巴士去探索的新區 那這就有個問題 就是地鐵局限了你那個地理的 地理 因為 太方便了 太方便了 還有另一件事 他真的這次實行這個 動不動 動不動 動就要封地鐵 他真的變上小禁 或者變上封鎖你的活動範圍 那這件事很多人說了 是啊 不過我在倫敦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一個發現 就是原來有一個科目的 叫Sycle Geography 那個詳細的資料我不講 我其他節目也講過 但是他那個 就是倫敦有一班人 他就有一個做法 他就說你應該有一些時間 在萬無目的一個城市走 你看你可以走到哪裏 那原來這件事最初就是巴黎那些人 有人搞到六十年代 他說 就是說 你去到那裏 為何那個政府不讓你走呢 為何他突然起一條路 就是要變成一個交通樓 其實這件事值得想的 因為這個就涉及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政治控制的問題 你講一下這件事 我就再拆開你講講 日本一個大阪的地方 地圖就沒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這個名字 就是紅燈區那裏 消失了 不過就是全部人都認識 就是要你不要走去那裏 大家都認識去那裏 就是這樣也有的 但是他那個意念很好 就是說 在一個城市來講 你是要去走路 直接一步一步走你才發掘到一個城市 當然 你比如說看這個首爾 在延台城市 你猜不到 他的居住環境惡劣得不得了 原來很多人 我想接近一半人 是住在地面以下的地方 那這個韓國片 上樓是幾張軸 幾張軸 幾張軸已經講了 為什麼呢 原來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當初很多樓 有防空洞 防空洞 當日防空洞的樓 現在變成住宅 就是住在住人的地方 這個完全不人道 北京也是 北京也是地下 地下兩層的人去住 是 暗無天日的 真是 就是恐怖不得了 那這些就是 你要走路才能見到的 甚至走路也見不到 如果沒有人看你 就是 有些東西你真的要在YouTube 慢慢找到 特別你去那個城市 你要去一些 在Lonely Planet 沒有介紹的地方 這個我就覺得很好 講到Jazz 其實我就想介紹另外一個 Event 就是上樓廣給香港看 是 是 這個香港Feel 是 一場的表演 一個音樂會 11月 是 我看的時候 其實他很小 但是 已經是 相當之厲害了 因為他跟這個ChickAware 同場演 就是大家合 他那個學習音樂過程也 相當之特別 是 那我就 近年就沒有看 但我想他那個成熟的程度 都是 相當之厲害 如果你 香港Feel 請他來 他現在當然很威風 很紅 另外一個又請過 另外一個入館的音樂家 那個是 有點 痴呆的 那個 那不是痴呆的 小澤晶也有痴呆的 就是 另外一個又是痴呆的 指揮家 指揮家 因為我不懂 所以我就不敢說 所以 這個 請了他來 在Youtube上面 見到 那些人眼很紅 如果不是的話 沒有人敢做 沒有人幫他拍照片 放上去 但是 你香港其實 都是一個很 很好的地方 就是很多表演者都願意來 但是 近年 近期 就因為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示威的問題 就 很多 這些 比如比賽 或者其他事情 大育比賽 運動比賽 取消 或者延期 之類 另外還有一個很大 就是很值得推介 我們上星期節目都說了 就是 自家修詩各劇團 是啊 十二月來做香港做努力 我以前看過自家修詩 親自來 出了台 做了 你說是真的 有人說他沒來過 你自己 你真是瞪眼見你 你真是 我親眼在 有場刊 在那裡 那本場刊 擺了 賣了 賣了 想著 盧智英幫我賣出去 潘盈那個人朋友 來 我賣一本書給他 賣一本場刊給他 是啊 不是 我還是要看一下 你看一下 盧智英給我看看 那個場刊 是啊 要說盧智英出來 是 關於這個中美 這個 各種各類的 傳媒戰爭 或者這個 貿易戰的問題 就是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那個NBA 一定會播得好 繼續播下去 為什麼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美國 他用了一種方法 就是麻醉自己的人民 就是用sport 各種各類的sport 多得不得了 那些人多到 應酬不行 忙得不得了 星期一就看什麼 星期二看什麼 根本就完全不會想 想其他事情 根本就 大陸就學了他一套 現在大陸最簡單就是 一年到晚 每晚都播這個 每晚都播這個 歌唱比賽 這樣 聽到你如痴而醉 什麼都不用想就行了 體育比賽 也都一樣 朝央播 播得很多 幾個體育台 不停地播 那美國 四大sport 其中 NBA 最容易欣賞 所以 中國 昨天最多 多得不得了 甚至說 比美國 自己多 他收入 如果不是 NBA 不會太早 跪低 因為那個 表面體育 5% 但我覺得肯定不止 肯定不止 那多了 不得了 因為他連帶其他生意 其他產品 你有很多spin-off 有tie-in 譬如說 球衣 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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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籃球產品 很多 特別最低利 賣鞋 最厲害 那些店鋪 大了 不得了 體育 店鋪 這樣 美國 就這樣 美國NBA 兼獎 他給你 波影權 其實他不用成本 然後納你十幾億美金一年 挺過癮的 我想不止那個問題 另外再加產品那件事 這個是一部份 但是他這次的行動 他做就說 他都發覺有些問題 原因就是 因為你辣慶了所有人 你其他人看 如果對香港的問題要認知 我今天99%的美國人都是不認識的 這次呢 他終於知道了 現在美國 因為他NBA那個渠道 是他最容易理解的 就是那件事 就是你告訴他 因為他是黑眼睡的 他一定不入腦 但是NBA那裡 一透過NBA說出來 他完全接收到那個訊息 這個就是 所謂傳播學那個精髓 就是 你不是你告訴他 你以明他會入腦的 你要選擇一個什麼渠道 去做這件事 因為NBA和其他Sports 是他能夠有共鳴的一種 一種生活的活動 如果你就這樣看 他完全沒有感覺 剛才說的這個利益問題 還要提一件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NBA現在是班主 都有大陸人的 有大陸生意 就是那個南網那個班主 台灣人 他是代表阿里巴巴的 他就是副主席 不過我覺得 其實這個就是有意識去做的 這個部署本身 你看那個pattern 是across the board的 就是在美國 或者其他地方都有的 其他就是 你公司入股份 譬如最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其他一件事 就是有一個叫暴雪 就是那些打機 那些 暴雪 就有個香港的 上去贏了 跟著叫了一個口號 跟著他就馬上 取消 取消 掌金拿 掌金拿 原來那個當野 本身有騰訊的股份 那他就透過那些入股去影響 影響你 這個四季一 第二就是什麼呢 那些政客 譬如這個前英國首相Derek Cameron 現在就搞了一隻大陸 那這些你很明顯就是 他透過那些利益去影響其他國家的 那些政界商界 全方位 全方位 有幾個重點 傳媒機構 大力集團 其中一個重要 荷里活 荷里活 現在很多片 阿羅魯投資 是啊 你看看那個Exacted Producer 那些名字 現在很多 阿羅魯投資 阿里巴巴也拍得多 所以他這個做法 就是好不是不好 我意思是從策略上 就是他的習慣角度 但問題是你做得太著迫 如果慢慢的人一知道 那個反彈就很大 美國人都知道的 那你有沒有看Soul Park呢 衰仔樂園呢 好東西 我真的 我擺了兩條片在那裡 他那個其實 他不想每天出的 然後每一條片出街之前 一個禮拜之前準備的 就是他反應得快 他們都要一條時間 那MBA一發生 立刻做工 幫MBA做工 立刻取笑你 那這件事 就是 他的時事的反應 比我上中快 和到位 就是和一樣東西很重要 他一針對的東西 真是不客氣 一針對的東西 是最絕的一部分 譬如說他金針對中國 他明白了 有很多東西 因為他不是不懂的 知道很多東西 就是全部東西 拿針拿肺拿下去 最絕的 不是他寫了一段 道學啟示都是很精彩的 很精彩 他真的可以連運打幾個目標 我愛錢 我愛民主自由 這件事真是厲害 他打幾個目標 他不是一個 他又諷刺你 又打擊你 又打擊你 又打擊幾個人 但是他那個寫法 譬如在香港 陶傑就寫很多這些 但是 他這種寫法 效果也是最好的 因為這樣 你罵他其實沒什麼意思 你要寫到那個風格 是很相似Self Park的風格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我一直講這個 法國導演 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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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達拍電影 拍了 我只是拍播電影 拍到九十多歲 還拍電影 他沒事的 就是 他用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最簡單 然後挖苦你 還反你 欺少路麻 搞你 一直是反抗的 一直是反建制的 喂 拍到九十多歲還在拍我 那時候 沒有人看他 一人照拍我 是 挺厲害的 就是最省筆的方法 一打打你的刀 打你的刀 五吋 一刀見穴 一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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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樣 他後來的節目 都很直接 fuc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在節目裡面 那裡 那裡第一段 第一段 就是另一集 之後見尾 跟著後面 就道歉 道歉 那隊 其實說的一件事 那件事 就是 有些勇武派 就不認識那件事 就是酸的味道 酸的那件事很重要 就是 粉化你 那樣 那現在的幽默感 其實現在我們網上的 傳播那些訊息 都有幽默感的了 都開始 就是越來越多人聽 又耍你 又笑你 那樣 那樣 但是這件事 要全民共識 其實笑到他 對方都要笑 都要知道 是 不過就 你想是 中國人有幽默感呢 那些我也是太難 但是 講到幽默 就是 幾十年前 就說林宇棠齊昌的幽默 但是 我從來覺得 中國人沒有什麼幽默感 你傳一進去 他慢慢都要領回到的 因為那些事 都令你尷尬 令你尷尬 因為還有一件事 你不認識那些幽默 你覺得自己很 就是 人家取笑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變成他 那中國很多領導人都是不知道 就是被人取笑了 都是不知道 真的 是吧 那倒想起他也尷尬的 舉個例子 不如整件事本身 一直都很簡單 就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 習近平和奧巴馬 就是兩個合在一起 就是一個鏡子 這樣 有人就把威尼小控 就放了上去 那你 其實這件事 本來就什麼事都沒有 本來就 大家就看了就算 他就無端無情 就禁了威尼小控出來 就搞到現在大家都 都走去 就是講這件事 對不對 就是這些 就是沒有 沒有物感 是吧 我們經常講一句就是小事化大 是呀 小事化大 沒有東西變有東西有 因為 因為以前 叫做玻璃心 現在其實不是玻璃心 是呀 其實好像 這個氣泡 是呀 其實你 你以為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小事 我反而覺得不是的 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是中國的一個 很大的致命點來的 因為人家看到你的性格弱點 就是這樣 譬如我要push你去打仗 我很容易 就是我 我這個手腳玩一下 你怎麼知道 你已經上頭了 上頭這件事 早說了 現在 因為他自卑到自大 另一件事 你現在吃雲吞麵 當你講毒 是吧 因為大陸不吃雲吞麵 你做的事 他不做 你講毒 就是這樣 這句可以傳出去 是吧 吃雲吞麵 就是港獨 是 大陸找不到的 雲吞麵 是吧 就是這樣 是吧 就是 他 他受不住 那些事 不是 我覺得要從整個 中國的文化看這件事 就是如果 如果你看了我 為什麼有這麼多文字獄 那些事 本身 其實對政權沒有挑戰 而這個不只是 共產黨的問題 你從來中國歷史 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 一個掌握權力的人 可不可以接受 別人去取笑他 是吧 取笑就固然不好 但是 幽默本身就是 是有少少這種含義 有少少取笑 但是取笑得來 是有格調的取笑 當然有格調 因為這樣不是說好不好笑 因為那是說格調的 是藝術來的 藝術來的 這是文化來的 低層次 聽不到 聽不到 聽不明白 聽不明白的 有趣的地方 絕屈的地方在哪裏 聽不明白 拿不到絕屈的地方 那你覺不覺得 這是一個教育的問題 當然啦 是 因為你本身 這個 你的敏感度不高 你的敏感度不高 或者你的常識不夠高 還有你對 普製價值 這個 沒有這件事 有默感就沒有了 是吧 發揮不到作用 那你全部死不死 硬崩崩的生活 是 那你的自由 怎會有這些 有默感這件事存在 是 是 那幽默感就有很多種 人家去到政治幽默 是吧 只是專攻政治幽默 就是 那你 譬如你那個美國總統那樣 那他呢 以前我也寫過一篇文 就是 說 他寫speecher的時候 有一個人是專門跟他做gag 就是 譬如他的笑話是取笑他自己的 是吧 那你才知道大家開開心心 那現在 那當中就沒有這件事 那當中就沒有這件事 那當中就不喜歡搞這些 就是他歷來的傳統就是 他每一年 就白宮 就會請到那些 去白宮的記者來 那大家那晚就開開心心 大家有什麼過節 那那晚就不記得 那總統就不斷做總督笑 這件事是美國文化來的啦 譬如說你做什麼頒獎典禮 最拿手最重要的 就是 寫笑話 寫笑話 互相嘲諷 嘲諷一下自己 又說說現象 說說社會現象 說說這個圈內的情況 又說八卦消息 豬豬女 但是最重要就是 其中一個很重要就是 自嘲先 首先一定是自己 你自嘲已經謙虛了 人家才會受理 對 對 這些變形已經慣例了 對 但是就 始終很大的問題就是 在亞洲區 我不知道其他國家是怎樣 比如亞洲區有幾個國家 都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現在這種人 有些人 第一句就是上頭 對 一上頭 一上頭就沒得說了 我記得以前我在大學的時候 畢業 有個老師告訴我 有兩個問題 第一 第一 就是對外作的事物 take it too seriously 另外就是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就是你對自己 就是看自己太緊 太重要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你在這個世界 無論任何人 無論什麼人 世界其實很微不足道 你病了死了 或者什麼事 其實他對世界沒有影響 ok 我又說一些很嚴肅的事 說一些又好笑的事 你知道現在 大陸沒有自由行去台灣 但是這些自由行 有去有得去 去都不僅 還去高雄中山大學 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 師年農場 那些學校 你這樣永遠去不到的地方 他就是師年農場 你想想這些就認真認真 喂 你去台灣洗幾天 起碼洗情皮 你去做什麼事 你兩個夫妻 帶上最後一首歌去 那麼熱心 你學校沒有公共工具去的 你不懂路 你坐的士去的 那你去 那麼好笑 去師年農場 因為你那些時間怎樣 你那些 那些可能有任務 那些可能有任務 有任務 擺明 但是還有人給我辯護 這個真好笑 那他在台灣 他接近自己都知道 不過很多時候 他們現在 基於一些 特別的因素 他們不去做 不處理這些問題 舉個例子 譬如說 何群詩在那邊 被人臨五紅油 那你事前知不知 我覺得一定知道 這是什麼人啊 什麼背景啊 一定知道 所以他一臨完之後 馬上抓到 馬上抓到 那也都被你抓 他不害怕 他不害怕 現在這樣 因為你們很閒的事 是啊 所以你現在那個情況 就 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整個政治文化本身不成熟 政治文化不成熟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第一個公民社會在那裡 你搞了一百年 你都搞不出來 第二就是 中國人從小到大那個訓練 太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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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肅到就是對 譬如說 這些是 比較輕鬆 笑話 陰脈感 他是 不懂得怎麼欣賞 還有 有些人 就是為國家 為國家 一過來上頭 替國家辯護 替什麼 變成不要幫人吵架 吵架 沒有了 你現在看到的問題就是 你譬如香港這次 你就是全世界怎麼著了 就是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中國人和香港人都 大家都要拘隔的了 是吧 因為這個不是香港人的問題 是一提到香港 就是 去到這些外國的中國人就上頭 全部都著了 是吧 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就是 那時候我在前幾個月 去加拿大 不是 加拿大溫哥華 話說那時候 在那裡 就是有香港人在那裡 就是示威 那些中國那些 富三代呢 都拿了法拉里去 那現在你知道的 後果是怎麼樣的 全部被人舉報了 就是問他錢怎麼來 接著呢 在英國呢 就打人了 結果怎麼樣呢 就被人抓了 那就 可能他要被 被捉出境了 澳洲就已經出現了 這個問題了 其實現在他們都勒著了 要叫他們不要出去示威 因為為什麼一出去示威 被人知道了 可能取消過簽證 那你就 就是 跟NBA那個情話一樣的 就是 很多時候你一做 他著了就是 就是現在那個中國那個 政治文化呢 是越來越 越催幼稚的 這個跟幾十年前那個 很不同 幾十年前因為他那個 國勢比較弱 很多時候他們做事 會想過先 就是這件事 在我現在這個情況 我有沒有把握去做 或者我不應不應去做 以前是想得比較清楚 現在不是 因為勝利充分了頭腦 就是覺得現在全世界都 就是你做什麼都可以的 那結果就搞了NBA這壇 這壇的事情出來 我已經提過很多次 就現在網上的這個 讀字媒體多得不得了 評論員多得不得了 那我一直說一件事 字媒體那些評論 就不要那麼嚴肅 一定要有默感 那個搞笑 寫一些遊戲文章 那些搞笑 那我已經提過很多次 有其中一個 就是Indy那個人 已經去到什麼境界呢 他都不自在你這個 激不激他 他就是講的東西 很有趣 他就說 喂 打相片更直接的 真的 是啊 打相片更直接 十匹十匹十匹 十匹美金 幾匹幾匹美金 是啊 好啊 等YouTube 然後 然後 然後分錢給我 真的 你說話有趣 就打相片給你 說話中 就打相片給你 他做些行為 他怎樣行為 他已經說過一次 一個人搞定了 駕駛車東街走 就踩場而已 是吧 你搞活動 他就走來幫忙去參加 是 踩場 踩場的事情更過癮 是 好 我們仔細節結束 我們下一次就回來 就沒有了 一見 就不知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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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